鸽子和蚂蚁 有一只鸽子在小溪边喝水。 看见一只蚂蚁不慎掉进了水里。 它在水中拼命地挣扎着, 想游回陆地, 但无论它怎样挣扎都无弃于事。 鸽子非常可怜这只小蚂蚁。 于是把一片树叶扔到了水里。 蚂蚁随即爬上树叶, 终于死里逃生。 我要怎样才能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呢? 蚂蚁说道, 不用报答。 下次走路时, 自己要小心哦。 别再掉进水里了。 鸽子说完, 继续低头喝着河里的水。 这时, 一个猎人看见了鸽子。 它张开弓, 正准备射死这只鸽子的时候, 蚂蚁看见了。 它向鸽子大声喊道, 鸽子, 快跑啊! 有人想杀你呀! 可是, 它的声音太小, 鸽子根本听不见。 蚂蚁没有办法, 只好在猎人的脚上, 狠狠地咬了一口。 哎哟! 该死的蚂蚁! 猎人疼得大叫起来。 正在喝水的鸽子被惊动了, 立刻腾空飞走了。